主席 主席,謝謝你的喜堂 恭喜 我們各位委員 還有各位我們行政官員 主席,我麻煩你請 那個部長還有署長 署長找到去 那個葉署長,謝謝 後委員好 因為一定要署長 一起來,要感謝 部長跟署長 我們那個高雄金師傅 的整治 已經完成,而且 將在三十號要放水 所以五月一號 我有辦一個放生的法會 希望就是說未來我們 整個金師傅是一個非常 美麗,而且是一個環保的 一個非常漂亮的 一個風景區 這件事情我真的要感謝 如果不是委員這樣 積極的督促我們 我們也沒有辦法替地方做這個服務 真的很感謝委員 事實上,我在爭取這個預算 從署長,擔任署長到現在 幾乎每一年 而且也感謝每一年 內政部都跟我保留這樣的 一個經費 所以謝謝你們 那再來就是另外一個 就是寶業的自宏池 我們是兩億七千萬 那也順利的這一個開 開標了 也希望說這個未來在整個過程當中 也能夠這一個去督促 趕快去完工 要不然的話,興起一來 像今年就來不及 所以現在就要看天 他如果說好天 我們就不用煩惱 如果說又是淹大水 刮大風的話 我們又開始擔心了 所以也希望就是說 我們營建署這邊 能夠特別的去督促 這個公期不要再延誤 好像是明年的幾月? 八月 八月可以啟用 希望明年八月有一點慢 氣候允許的話 應該一定會提早 最好是能夠明年的六月 那這樣的話明年的興起 對對,謝謝 那署長你請回 部長啊 有時候我覺得說 有一些人很可惡 尤其是一些民間的社團 都利用老人家 孤獨寂寞的心情 要被重視的心情 所以有時候 有一些老人家 就是做了善事 遮險書 但是弄到最後 又好像是受害者 就像說前幾天 我們有破後有兩個 老人往生互助會 這個部長你知道 很可惡 像這樣類似的這個機構 會不會是只有這兩個呢? 像什麼台灣勞工發展協會 你看看 連這一個勞工的發展協會 都可以來跟我們弄這個東西 我身為勞工界的一份子 我覺得說 這個名聲都被他們弄壞掉 結果呢 你知道嗎 他每個月可以賺八百萬 有得好彈就對了 那結果其中的全部都是一些老人家 那就是鎖定老人家 那還有一個叫什麼的 中華慈惠堂 像類似這樣的一個團體 要拜託部長 可能啊 我們內政部這邊 必須嚴格的去查查 要不然的話 你說我們弄個什麼敬老年金 什麼這個國民年金 各方面的 是要給我們老人能夠安心 安生利命 結果 被這一些不孝分子 來利用他們的善心 這樣對他們來講很不公平 對 部長 我完全同意委員的看法 對於這種不孝的一些機構 他們等於說把我們老人家 辛辛苦苦能夠獲得的一些福利 就這樣洗檢而空 我們覺得是非常的痛心 那當然這裡面就如同委員所指教的 我們在人民團體還有相關機構 的這個管理跟輔導上面 要更加注意這一種不孝業者的存在 一定要嚴格查查 是的 這可能是只有其中被我們看到的兩個社團 對我想可能不止這個 這不法的社團就一定要把它瓦解掉 好不好 謝謝 那接下來可能就是要面對一個 很嚴肅的一個話題 就是奢侈稅的問題 是 部長啊 自從講到奢侈稅 都還沒叮噹 結果呢 聽到哩聲 結果就 大家倒成一片 對不對 那我們奢侈稅一通過以後 我想 部長你大概也了解 嗯 有很多的這一些什麼 仲介業啦 還有代銷業啦 死了一半 嗯 我敢有說 太嚴重了 據你所知 這個我不敢講 報紙上當然有看到 這個建開還有這個房仲業者 有一些 有一些憂慮啦 那麼但是具體的數字 因為有人說什麼 約聘估人員少了一半啊 業績少了一半等等 呃 我不敢這樣講 因為這個資料要看 實際的數據才知道 不過另外一方面 好像有時候又有一些訊息 是相反的 說 整個這個 呃 這個建築業 並沒有受到奢侈稅的影響 甚至有人嗆聲說奢侈稅 一毛錢也課不到 所以老實講 以現階段來講 我還沒有辦法評估 嗯 它的實際作用到底是怎麼樣 那我要跟部長來報告 嗯 剛剛有委員提到 就是這一些地堡害死人 哦 啊真正可以住得 進這個地堡的到底有幾個人啊 嗯 就像比喻我們南部來講 我不是反對奢侈稅喔 我一直強調 嗯 我只是認為這個奢侈稅之後的效應 嗯 造成那麼多人的失業 我要跟部長報告 不是說耳聞而已 嗯 嗯 的確是有這麼一回事 嗯 因為有一些房仲業者 基本就不在那些薪水的嘛 嗯 他要的就是這一些業務 然後去 去分攤他的這個這個這個營養而已 嗯 啊當然這些人一定所當其衷 會沒工作 嗯 這個這個絕對不是說道聽途說 嗯 如果是有一點實際嘗試的人 都非常了解 嗯 然後接下來 漫漫的效應已經出來了 嗯 就是我一直擔心的 嗯 這一些打零工的 嗯 頭水工 幫忙工 嗯 齁 中風工 都影響到了 嗯 所以昨天 我們有有這一個有這一個這個報道說高層在講 即將在我們就職三週年 嗯 要說失業率要看到年底齁 齁 這個要要看到三 我是說三點九九 還是三點九九 嗯 這樣的狀況你那麼大膽敢去講說我們的失業率會再往下降 這點我是覺得很可疑啦 齁但是 我是一片豪意啦 今天 黃主委好像有出面澄清齁 好像說沒有聽到這樣的訊息 那個 憲規性的三個字的 那個報紙写的嗎 也不是我們道聽途說嗎 齁齁齁齁齁齁 黃主委他如果說齁齁齁 這個信息有那麼清楚的話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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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gregeps 但是我們要讓他的這個傷害降到最低 這個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們看到了這個不動產經濟業管理條例 部份條文修正草案 這個你對你提出來的行政院版 有沒有認為不足的地方 向委員報告 我們認為行政院版 至少在我們送到立法院的時候 我們覺得是一個合理的漸進改革的做法 那當然有部分委員有不同的意見 但是有的委員希望是一次到位啊 一次到位是指另外還有兩個法案也希望修 那個叫一次到位 那麼就這一個法案來講 就如同我們口頭報告裡面所寫到的 我們覺得精神方向都一致的 所以條文要怎麼樣來審酌 我們會尊重委員會的共同決議 你認為就是說現在就是公佈他的門牌 地號 建號 這一些交易者的識別方式 尤其是他這個地段 這個地方 這樣就可以讓我們消費者 能夠去這個足以提供他們完成的資訊嗎 可以不可以 應該說我們本來之所以會寫說 去除門牌地號 建號 還有交易者就姓名 其實說穿的就是希望能夠保護交易 雙方的隱私 就是這個意思 那麼 但是我們卻 那如果這一些全部都公佈的話 實際價格 我請問一下部長 如果這一些全部都公佈的話 你們有沒有能力去保證這個隱私錢不被清換 你們現在的電腦的這個整個這個系統 委員跟陳委員的版本也並不是說要把這一些東西公告 是說這一些資料應該向主管機關登陸 登陸 那登陸以後就是在這個電腦裡面 當然很希望 會不會有駭客入侵呢 會不會 那個是另外一回事 那個連國家機密都得要防範駭客入侵 所以你沒有辦法這一個完全去保證不被侵犯嗎 是不是這樣 像委員報告沒有人敢隨便保證說資訊上面的東西 絕對不會出錯 但是行政部門當然要盡量做好所有的資訊管控 包括聯考的資料成績什麼都一樣 所以我還是支持啦 我們 部長你們提出來的這一個驗版 循序漸進的去這一個改善 謝謝委員 好 謝謝 謝謝